书海 你干嘛呢 你把他给我放下 是你逼圣哥跟我分手的 你知不知道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 可是你现在就把他逼走了 我什么都没了 都在一人以后再放了 好好好 书海 是妈的错 妈都听你吧 你先把他放下 好吗 你别说我说话 我不想再听了 书海 那个梁圣哥不是真心的 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相信吗 你别说 你根本就不懂圣哥 你凭什么这么说他 他根本不会像你一样 陪我那么多的要求 之后在太顺便的时候 我才感觉自己还活着 在这个家里 我只能感觉到质气 你那么贵 你没有吃书海 那个梁圣 对你不是真心的 我吃的盐 比他走路还要多 幸亏他有自主之名 跟你分手了 要不然 我让他吃不了 跟他走 书海 说这段是你逼着他 跟我分手的 身体逼的 书海 他配不上你 我是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 如果你非要让圣哥 跟我分手 让我再不在那边 书海 书海 你把刀放不下 书海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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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你 我痛 啊牛逼 怎么了宝贝 过生日还不开心啊 烦死了 我妈又给我夺命连环科 过个生日都不肃静 你看 哎呀 阿姨肯定是担心你嘛 这么着 你先给她回个电话 好不好 你怎么向着她说话呀 我不要 哎呀 都是大牌子了 不能这么任性了 你先给她回个电话 她对我安心了 我们才有未来嘛 我基本上去你家好不好 我们就羡慕圣哥你啊 对不对 有这么好的女朋友 未来也行 这么一个吧 陈书涵 来来来 陈书涵 你怎么来了 你跟踪我是不是 跟我回家 不走 你放着我 不回去 反不反啊你 没事 你谁呀 万名其妙地闯进来 看着来招呼老大的女人 你活腻了吗 住手 怎么跟着美说话呢 您一定就是白啊 我朋友冒犯了你 我给你道个歉 我们其实今天就是想给书涵过个生日 要不这样吧 您也别走了 一起留下来 书涵过个生日 糟了 今天关顾着蛮工作 都忘了是女儿的二十岁生日 我看她根本就是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跟朋友出来过个生日 你至于吗 陈书涵 我就是太纵容你了 我们立好了规矩 晚上十点必须回家 我又不是小孩了 我已经成年了 你凭什么关我 书涵 阿姨一定是担心你才这么说的 毕竟这天下有哪个母亲不爱孩子呀 是吧阿姨 我就是出来玩玩 怎么了 出来玩玩 书涵 这三张卡都被你收爆了 我说我的卡怎么找不到了 原来是你偷了 阿姨 这俗话说得好 穷养儿子抚养女 女孩子没钱抱身 很容易吃亏的 您作为她的母亲 应该适当的给她俩尊重 我家有女儿 能让你说话吗 你疯了吧 陈书涵 你今天帮着一个外人 我可是你妈 我都为了你好 阿姨 书涵喜欢的东西 我也会买给她 本来她就是一个学生 您说我怎么忍心 让她一个人花钱呢 爱情本来就是相互的 只有书涵开心的 我才能开心 就是 舍哥从来没有白话 跟我一分钱 况且她还为了你说话 你怎么能到处打人呢 书涵 怎么跟阿姨说话呢 她毕竟是你的妈妈 是啊 书涵 阿姨历烦苦心 可都是为了你啊 打住 我没有时间听你们的虚心假意 今晚的场子我都包了 除了书涵 你们都在滚 还有你 请你以后离开我的女儿 你不配 阿姨 我对书涵可都是真心的 是吗 既然这么兴实淡淡 那我就想看看你的诚意 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 我明白 圣哥 她都这么羞辱你了 你干嘛跟她服软啊 你傻呀 阿姨是在跟我排阶下的 阿姨 您放心 只要您同意我们两个在 你放着她 圣哥 你没事吗 我给你放下 舒涵 我没事 是我太鲁莽了 可怒的阿姨 舒涵 你先跟阿姨回去吧 我们改天再约 圣哥 我一瓶 还想有下次 你也配 走 放手 你给我 放手 圣哥 圣哥 就这么放她走了 放长线才能钓到你 钓不是为了钱 我能忍这么久 刚才就弄死她 照片都准备好了吧 我按时送过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白总 你能不能不要再一直监控我 不要再一直给我打电话了 是不是在你眼里 只有你的事才叫事 别人的事都是不务正业 告诉我已经成年了 我分得清楚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你分得清好坏 就跟那帮垃圾 吃喝玩弱 英格厌武 乌英瘴气 我告诉你 陈舒涵 你现在是大学生 你还没毕业 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把毕业型的事情都准备好 不是去鬼换 我看你就是自己过得不确保 所以他想要扔在我上歌 陈舒涵 人生根本就不喜欢你 他是土里的钱 天底下对你最好的 就只有我这个妈 他这个垃圾 能对你这个大学生下手 这不是什么好货 沈哥他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他们为了我不在乎工作业绩 说在我最难过的时候陪伴我 那个时候 你都在哪呢 你自己心脏 看什么都是脏的 难不成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为了几个破钱 什么下贴事都做 陈舒涵 你的命都是我给的 我养你那么多年 我心脏 我下贱 是不是你这死爹跟你说什么了 我爸就算不爱你 他也补偿你了吧 他给你介绍客户 帮你拉资源 你呢 为了几个破钱 就身体上位 不是下贱是什么 明明是你那个死爹先出轨 赌博 败光了家产 他怎么好意思颠倒是非 他给我介绍客户资源 那都是我辛辛苦苦 自己弹起来的 你给我闭嘴了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爸 出轨是他不对 可你就没有错嘛 你怎么不反个反射算机 要不是你脾气差 控制欲又强 他怎么会爱上别人 就是极度他都 欲求爱情过得好 见不得我和上哥相爱 你就是这样的天使 不 你打 你就算打死我 会不会让你这个骂 这个时候 我现在不清醒 我就让你冷静冷静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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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叔海我告诉你 我做了你一天妈 你就得听我一天话 你就好好地闭门思过吧 什么时候想通了 什么时候我帮你出来 放出去 放出去 你这是我妈 请不动非法求求我 我帮你求求你 好 你不让我出去 我必要出去 不想让你女儿出名的话 就一个人过了 宝贝 阿姨没有为难你吧 她敢 阿姨也是为了你好 现在坏人那么多 她也是怕你受到伤害嘛 圣哥 你就是太好了 还在一直替她说话 真不知道我妈 她到底哪根筋搭错了 这些误会总会解除的 只是我现在好想你 我恨不得立马就睡到你身边 是吗 那等下次见面 我好好奖励你啊 好啊 臭娘们 我看你一会儿怎么求我 你 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给你的奖励啊 你不喜欢吗 哪有 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陈苏涵 你在干什么呀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逃出来的啊 妈的 这个纯女人把计划全毁了 我想干嘛就干嘛 你就算是我妈 也不能限制我的自由啊 我要管你非法求见 给我发短信 威胁我的是你吧 两声 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 让我女儿看清你的真面目 阿姨 我真要感谢你生日的蠢货呀 这个混蛋 你要干嘛 我要干嘛 我自己来 阿姨 阿姨你要干嘛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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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求你不要伤害朱涵 求你不要伤害朱涵 我错了 朱涵 我没事 只要阿姨消气了就行 白婷你够了 你到底为什么看不下胜哥 胜哥不做什么 你说要报警抓他 跟踪我也就算了 贝莉莉 你还要表达你女儿的男朋友 一把年纪了 你没有脸 我还要他 你这个这个混蛋 去过吧你 好 我就跟他过一辈子 我会发生关系的 宝贝啊 不要生气了 阿姨也是为了你好 快 想断绝关系 先把钱付了再说 我梁盛可不做赔本商 有时候白冰啊 是这么一小道啊 住在这么大的别墅里头 比我想象的有钱多了 这呢 这呢 等上这个婊子 给我滚 你那是谁婊子呢 别吵吵 别吵 这么多年没见了 越来越漂亮了 有钱了 有钱了 味道都不一样了 常用 人家还在这呢 宝贝 你别吵吵 最爱的就是你 比他强多了 带劲 那是自然了 有钱又怎么样 还不是没有人爱 陈强 周月群 你们就在监负一副 别来恶心我 赶紧离开我家 要不然我报警了 白平 你有什么态度啊 我带他们过来的 陈书涵 你叫我什么 不是 白平啊 老了 连自己名字都忘了 不是 今天辛苦了 老爸 爱你 陈强 你在哪面 装什么磁服呢 你 当时可是你 不要陈书涵的 现在 带这个婊子来恶心我 死不来 你能干什么呢 你嘴巴给我放开 你脸 谁是婊子的 你干什么 白总 你没事吧 说完小姐 你怎么可以帮助外人 欺负我白总 这可是你忙 周秘书 你也是个外人 接着都在跟你 指手画脚 好你个白平啊 欺负我们还不算 还找个小白脸来吃药啊 当时我疯狂 周玉琴 你有什么资格 血口喷人 当时可是你破坏我的家庭 现在要把我家 搞得乌烟瘴气 怎么着 现在又想要破坏 我和我女儿的关系是吗 我告诉你们 想接着我女儿来勒索我 没人都没有 血口喷人的是你吧 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我就扒着你不放了 我陈强什么人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什么时候吃过软饭了 难不成往下介入我的女儿来 威胁你不成啊 告诉你 你的眼里啊 只有挣钱最重要 是不是啊 对女儿不管过问 你自己看看 女儿被人家拍了什么了 照片都传到我的手里来了 爸 你告诉我 你说那难道的这些照片 书涵啊 书涵啊 我是真不知道这照片 是谁寄给我的 我今天就是来问问你这个妈 是挣钱重要 还是你重要 不管不问的 让人家给拍了这种照片 早知如此多 我当初就是给他打棍子 我要把你带回陈家的 我吃饿了 这照片一定是他寄给我的 是不是妈 各位邻居朋友 你们快来看一看呀 哪有这种脏良心的武器啊 别笑 她笑就完了 妈 我爸爸说的是不是真的 书涵 你要相信妈妈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害你呢 大天啊 你现在是嫌弃了女儿是吧 你想要放弃她 觉得她这是累赘了是吧 我告诉你啊 无论我女儿什么样 我都会爱她 我不会像你似的 只顾自己的面子 女儿 谁不知道你啊 刚刚面觉失态死了 啊 书看被拍了这种照片 你面子上挂不住了吧 觉得办坏了你名声是不是 啊 做屁邻居心 只有你说话的份吗 陈强 你要真的关心女儿 你就应该知道 她谈了一个男朋友 这个照片 就是她寄给你们吧 白天你够了 这件事和尚哥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了 你是觉得我拍了这种照片 让你丢人了 你要是瞧不上我 你可以直说 何必这么恶心我呢 早知道你是这种人 说什么 我都不让跟你丢在一起 书看 你听妈妈解释 昨晚梁胜 就拿这照片 来勒索我 让我给他钱 你相信我好吗 书看 你闭嘴 顺哥把这些告诉我的时候 我还不相信 现在看你的反应 顺哥说的果然没错 你好好看看 你睁着眼睛仔细看看 到底是谁在说谎 不是这样的女儿 不是这样的 我根本就没有发过这样的短信 是他诬陷我 亏我当初还有一瞬间 觉得你是爱我的 原来一切都是我的自欺欺人 白屏 我恨你 白屏 我算是看透了 你根本就不配做舒喊的妈 就是 舒喊有你这种 我当母亲呢 简直就是七尺八乳 白屏 从今天开始 我要离开这个令我恶心的家 爸 于晴阿姨 我们走 舒喊你不要走 舒喊 你别走 你别跟他们走不好 舒喊 舒喊你不走 你不走好不好 别跟他们走 舒喊 妈给你看好不好 妈给你看 你想买什么买什么 行吗 别走 别走 你知不知道你什么样子最让人讨厌 就是你现在这份疯疯疊疊 还要只会用钱解决其问题的作风 传惯 还真信 陈强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白总 你没事 白总 不好意思 朱飞 让你跟随了吗 白总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是我之言 这事有欺修 一定是梁盛 你去查一下 陈强跟梁盛 是有什么关系 还有 都是 你非要把他弄回来 现在都好了 那就不走了 小太盛 再怎么说 他毕竟是我女儿啊 喂 盛哥 什么事 您吩咐 诶 陈叔叔这就钱外了 您可是我的长辈啊 什么情况 快听呀 盛哥 我跟你说 那钱我这几天一定给你换上 这点小事 您别放在心上 我也是才知道 您是舒涵的爸爸 我是他男朋友啊 什么 你是舒涵的男朋友 是啊 我就是 叔叔好 你好 舒涵的男朋友是吧 来来来坐 一起吃饭 叔叔 不用了 宝贝啊 我听说你离开白家 来了叔叔这 跟我回去吧 哦 对 舒涵 跟你男朋友出去玩吧 家里放心 我跟你郁琴阿姨 随便吃两个 走吧 不我们走了 你不穿拉板啊 哦 盛哥 我们不是说好去你家吗 这是哪啊 其实是阿姨劝我来的 她还是很在乎你的 她那么诬陷你 你怎么还向着她说话呀 哎呀 她都是为了你好 盛哥 你人真是太好了 我跟她可没什么好说的 她不相信我 更不相信你 为了你 我愿意和她为敌 好 但是你也别太冲啊 只有阿姨认可的我 我们才好在一起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可是 哎 这样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陈书涵 我爱你 梁瘦 我爱你 书涵 嫁给我 啊 啊 戴上这枚戒指 你就是我的人 哎 淑涵 你回来了 妈担心 还有 梁胜 我正要找你 你到自己找上门来了 妈 你什么意思 不是你让顺哥带我回来的吗 你看 顺哥跟我求婚了 他说呀 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我也希望你能够改变一下 不要再跟以前一样了 好不好 是是是 妈妈祝福你们 叔海 先进屋休息一下 这么大的事 我跟小梁聊聊 不行 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的面说 你是不是又想赶顺哥走 叔海 阿姨找我聊 肯定是想嘱咐我对你好一点 是吧阿姨 是 宝贝 你先回去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我们就走了 好不好 然是 你胆子够大了 梁盛 和 跟老板之前聊好的来 对 对 嗯 哎 先给前后办事 这点道理您会懂不懂吗 啊 錢給你了可以滾嗎 手機給我我馬上就滾 阿姨再見 哈哈哈哈 想要我放棄到什麼 做夢 要是你再敢招惹我 我一定不會饒了你 盛哥呢 舒寒時間不早了快睡覺 你又把盛哥給趕走了 你聽見我們吵架了嗎 是他自己要走的 當初你就是這樣 把我身邊的好朋友一個一個都逼走了 你總是打著為我好的旗號 最後讓我失去了一切 那也是因為我關心你 你不包裹自己的行蹤 我不放心啊 可盛哥做錯了什麼呀 他好心勸我回來 他跟我求了婚 他根本就不是你說的那種人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趕他走 我再說一遍 是梁盛他自己要走的 他要了我的支票 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頭也不回的就走啦 支票 什麼支票 你們不是在討論 關於照片的事情嗎 哦 我知道了 我爸說的對 你就是李虧 想要污蔽盛哥 所以用錢逼著他離開我是不是 不行 我一定要打電話問個清楚 陳書寒 你是那麼確定這本是我發的嗎 我是你媽 我會害你嗎 況且 手就早就被你摔了 心都被來接換 你就不能用你的腦子好好想一想 一切的事情就那麼的巧合嗎 難道就是我的錯嗎 你就不能耐心地聽我解釋一下 那 那你說吧 我聽著 昨天我收了一個短信 讓我用錢買你的照片 我就按照對方的地址趕過去 我發現 那個地址就是梁盛家 一切有那麼的巧合嗎 那就是梁盛他自導自演的戲 不可能 盛哥根本不找我去做监 监什麼 你說清楚 监职嗎 陳書寒 你背著我到底做了什麼 沒 沒什麼 我是說 盛哥不可能有這些照片 陳書寒 照片 跟你的兼职有什麼關係 是啊 我是去做兼职模特了 我拍了那樣的照片 你覺得丟臉是吧 那你幹嘛不問問我 我為什麼去做兼职 你根本就沒有時間 也沒有耐心 跟我好好地聊一聊 也根本不知道 我到底需要什麼 您家里出了什么事 难道你不知道 其实本来已经关科很久了吗 再怎么下去 学校是要处分他 本来还想跟你谈个大生意呢 可惜了 不是 圣哥 好女婿 什么大生意啊 那有这样的好事 你不能拉下我呀 听说你前妻很有钱是吧 你只要能帮我把她的钱都搞到手 好处少不了你的 不是 圣哥 你娘们儿有眼不见 我搞定了 你没得选 周飞 把今天的会计全部延后 我去学校 圣哥出事了 我必须 不用了 你正在公司 你们分开行动比较好 随时保持联系 陈圣涵 白女士 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 干嘛告诉我打孩子 好好说 陈圣涵 这个事你做的兼职吗 妈 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我出去做兼职 在这个摄影师 他动手动脚 不是的 你们是做什么兼职啊你 是我被骚扰了 是我受到的伤害 你还觉得是我的错 树涵 你妈妈只是兴起 才那么说的 她是关心你的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 树涵 白女士 别追了 让她安静安静 给她一点私人空间吧 照片跟视频一样 肯定跟良生有关 大哥 您交代的事情 办妥了 白屁 走着瞧 好稀罕在后头 我的好岳父啊 我差的事已经办妥了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我要做什么你不用管 你只需要在 陈淑涵的耳边吹吹风 他们母女两个关系越差 我们就离家财万贯越近 懂了 这事你就包在我身上吧 一定会让你满意 好 圣哥 对不起 对不起 圣哥 我刚才是不是有 怕什么 我特别让你打 那这这这这边 这边 快点 我进来了 圣哥 不是你干嘛呀 我告诉你啊 再来欺负我们其他小姐 小姐我打死你的狗腿 你就算把我打死我也不会离开厨房的 不不别别过来 那么给我出去 说 好 今天老子又放了你 我走 圣哥 圣哥 你没事吧 刚刚那些人 什么意思啊 我没事 但是 你怎么来了 你不会又跟阿姨吵架了 圣哥 你别转移话题 刚刚那些人 是不是我妈派来的 我没事 都是些皮味上 过两天就好了 我就知道肯定是他 我去帮你讨回宫吧 哎 圣哥 你这么贸然回去 阿姨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我刚跟他吵完架 正好 也不想回去 他真的无力取闹 我只能感觉到窒息 傻女人 你不回去 你不回去 岂不是浪费了我的一片苦心 宝贝 我不会过多过问你跟阿姨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了解阿姨 阿姨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她对你都是真心的 朱浩 他怎么对我无所谓 他只要对你好就行 可是 喂 爸 你说什么 我妈开始把你家咋了 还打个玉琴阿姨 陈强啊陈强 你这个电话来的可真急事 你别急啊 我这就去问问怎么回事 朱浩 怎么了 你看 你还帮他说话 他不仅找人打了你 还去把我爸家砸了 如果这事对我好 我还真不需要 会不会是叔叔搞错了呀 我爸怎么会骗我呢 朱浩 叔叔跟阿姨的感情 跟你跟阿姨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要不 你回去给阿姨道个歉 卖卖萌 阿姨没水就原谅你了 哎呀 他才不吃这套呢 哎呀那怎么办呀 那 我可能拿刀逼他吧 哎呀绝对不行 哪有孩子拿刀逼妈妈的 叔韩 叔韩你把刀放下 叔韩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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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白总 怎么了白总 没事 只做了个梦 周飞 你一定要找人盯着叔韩 保证他的安全 明天我就出院 那不行 你还没恢复好 还在留院观察观察 不行 梁胜和陈江早就认识 这事一定不简单 说到底他们就是为了钱 叔韩是他们计划的关键 他们一定会想进办法利用他的 既然如此 我就演出戏给他们看 嗯 别难过 来 妈 你 你怎么来了 不会是来责难顺歌的吧 阿姨 我听叔韩说您住院了 真是担心死我了 不过看您没事我就放心了 但是 您好像气色有点不好 要不然 先回家休息 担心 你是担心我没死吧 妈 你够啊 盛哥明明是关心你 你什么态度啊 叔韩 妈妈真的是太想你了 我本来就受了伤 也是着急出院想来见你 你可怜可怜我好不好 受伤了怎么不在医院好好养着 真麻烦 阿姨 你放心 我能照顾好叔韩 我觉得您还是听叔韩的 先回医院好好休息 叔韩 我们都很担心你呀 妈妈住院期间呀 每天都在反思 我想着 以前确实对你关心不够 又太严厉 妈妈知道错了 我现在很后悔 世界上可没有后悔呀 我知道 现在说什么都有点晚 你给妈妈一次机会好不好 你说什么以后妈都答应你 好吗 那你是答应圣哥和我在一起了 我就知道你又骗我 好好好 好 我 我答应你 好吗 这还差了 她今天怎么对傻丫头百依百顺的 难道真的后悔了 不行 我得试探一下 阿姨 您要是针对叔韩好 那就得少说多做 这样我才好照顾叔韩嘛 就是 那你们还想要什么 妈 我和圣哥早晚会结婚搬出去的 你 不会给我们买栋别墅吧 阿姨 我就算打十份工累死 我也不可能让叔韩受伤害 是吧 圣哥你可别胡说 妈 我很谢谢你同意我们在一起 可圣哥也买不起咱家那样的别墅啊 你别为难人 什么死都死了 你这不是挑拨我跟叔韩的关系吗 阿姨 我可没有挑拨你们母子的关系 只是我现在真的是在事业的上升起 希望您能帮着一把 妈 你不是说你后悔了吗 亏我还信了 还不是跟以前一样 叔韩 怎么跟阿姨说话呢 阿姨怎么能骗你呢 是不是 妈 不就是一栋别墅吗 这点是难不出来吗 宝贝女儿 妈妈知道你需要理解 需要关心 但这笔钱 妈妈真不明白 我最需要陪伴 最需要理解的时候你不在 现在我不需要了 我有圣哥一个人就够了 口口声声说爱我 连这些钱你都不愿意给 阿姨 钱就是爱 这点道理你不会都不懂吧 梁胜 你也明白钱就是爱的道理 那我把这机会给你好吗 这臭娘们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你是我妈 说我养我给我钱是应该的 凭什么要让圣哥递出 宝贝 不是妈妈不给 是我最近遇到一些难处 难处 你能有什么难处 你是老板 圣哥是打工人 我不想再听你辩解了 宝贝 阿姨说她遇到了点难处 不会是公司出什么问题了吧 怎么可能 那么大的公司 那有什么问题 我看 她就是还是不愿意接纳你 哎哎 哎 说说还 你这是干什么 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的要求 我就死在你面前 你你们干嘛呢 来这干什么 白婷 你让我们兄弟们好找啊 哎 哎 干什么 四个兄 你欠我们的钱 什么时候还啊 他是我女婿 他在这工作 他能帮我还 你 替他还姐 哥们 谁他妈是哥 你算个单啊 不是 他到底欠你们多少钱呀 不多 这个数 你去刷卡呀 还是现金呢 不是大哥 我没这么多钱 我实在是没这么多钱呀 梁胜 上次我不是给这张支票 有五百万 你给我的 不是 你什么时候给过我支票 我没给 没收你支票啊 找他妈废话 你就怕 有钱还钱 没钱吗 肉成 这么嫩的大学生 很少欠呢 怎么着 陈哥玩一会儿 那钱啊 咱就一笔工修了 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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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重要 我只是不想看见你们这些卧疏的人渣 在我的地盘上欺负一个女人 这是本事吗 这位先生这么护着白阿姨 该不会是相好的吧 要么 把他帐你帮他还了 梁胜 你可别胡说啊 我跟他素不相识 如你所说 他要是我的相好 我会全力以赴的去救他 这位小姑娘 是你的女朋友吧 她 就是你的丈母娘嘛 你能为她还账吗 小朋友 你个老东西 说谁的小孩呢 我告诉你 你敢得罪我 有你好果子吃 好 我叫人来 教育教育 怎么给老人说话呢 教育我 我告诉你 这是秦爷的地盘 我现在就给秦爷打电话 一会儿看他怎么收拾你 喂秦爷 您的地盘有人说你坏话 对 好啊 咱们拭目以待 秦爷 您来了 于爷 就是他 不是 前年你打错人了 是他们呀 我打错人了 难不成 我要打了大老板啊 大老板 这位女士 我刘母人生平 最看不惯的 就是女人被欺负 今天既然我碰上 那也是缘分 接下来 你说怎么干吧 我不想为难小梁 我只想知道 他对我女儿是否真心 小梁 我在外欠债五百万 我记得上次 我给你支票也要五百万 既然你那么想 跟我女儿说韩在一起 你就替我还了吧 如果你答应 我就让书涵嫁给你 好吗 好啊 白平 你他妈居然敢应我 想让我还债 没门 胜哥你说话呀 胜哥 你他妈哑巴了 说话呀 手段真是高啊 书涵 他们都是一伙的 他们是在做局 我不能让我们的感情受到玷污 书涵 你相信我 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这辈子都爱 啊 白平你够了 我以为你是真的统一胜哥 和我在一起 原来只是为了那五百万的债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们走 什么情况这是 话啥啊 我怀疑这个白平是真的破产了 破产了 这不可能啊 我也不相信 但是昨天 陈书涵拿玻璃抵在脖子上 他都不敢松口给我们买婚法 妈 这个疯婆子居然敢这样 我可以找他算账去 白平 白平 什么情况 你这要跑路啊 女人说让你给他买套别墅 你怎么都不肯啊 有你这么大妈了吗 你分文不出 有得这么当爹的吗 是 你也是大老板啊 有钱多出一点 有什么不妥的呀 就是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你那么有钱 当然应该给孩子买别墅了 你干嘛 你配这样跟我说话吗 渣男贱女 我这那边很久了 你这个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不是放干净点啊 你的嘴才叫脏呢 死的人就应该是你 我干嘛 陈翔 当年拜光家产的可是你啊 你出轨在先 你个人活力气才脏呢 没有 没有要跑路 白平 你有什么话你直接说 别这样吞吞吐吐吐吐吐 你不就是不想承担责任吗 那我来呀 你得把补偿给我 没错 如果我跟我爸一起生活 你必须给他一笔钱 舒函 你还没明白吗 你爸这么多年对你不管不顾的 我出事了 他立马出来质问我 陈翔 照理说是你出轨在先 你凭什么有资格 拉女儿的威胁我要钱呢 阿姨 我虽然是个外人 但我也是明事理的 你这样说叔叔 就不怕舒含怨恨 没错 就算我爸真的对不起你 可他没有对不起我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小梁 你是我女儿的男朋友 你护着我女儿是对的 但是 你为什么总护着这个陈翔啊 莫非你也要认识 白平 你是不是有什么被碰和妄想症啊 总以为身边的人要害你 盛哥和我爸根本就不认识 你不要炫口喷人 舒函 我觉得阿姨还是没有接受我 要不然 我先走吧 盛哥 你别走嘛 你又没有说错什么 我爸出轨 是他的错 可我爸就没错吗 对 我承认你说的都对 我出轨 怎么了 我赌博 怎么了 谁叫你控制欲那么强啊 你哪有点有我们家 玉琴好 温柔贤惠 善解人意 你呢 母老虎一个 男人婆一枚 谁喜欢你啊 我是男人婆 打你就能狗男女 我我就是我就是男人婆我就是男人婆我我怎么拉你我我这打的就是你我我我我打的就是我 我告诉你啊 女人马上就来了会看醒你的嘴脸呢 爸妈你们这是 舒凯你看你爸我去把胆子打我 不是啊舒凯不是打情况不是这样的 你跟我说 他拿 枕头 咱俩余琴阿姨 然后拿鸡毛蛋啊 又在追打我们 情况是这样的 你问他 他在下边吗 妈 你现在的话我可一句也不信 我跟你讲 你也太狠心了 他现在是不但不给你买房子 他还想卖房子跑路 卖房子 妈 你真的破产了 你真的打算卖了房子不管我了 我也没有错听公民笔不就知道了 陈祥当年拜光家产了可是你啊 你出轨才嫌 你个人活的金才脏呢 我承认你说的都对啊 我出轨怎么了 我赌博怎么了 谁叫你控制欲那么强啊 爸 你说的都是真的 是你先拜光家产 还先出轨 然后把怀孕的他赶出去的是吗 舒凯 哪来了一个破绿远品 你怎么相信他呢 不是 他现在就是在挑拨我们妇女之间的关系 你别忘了他今天喊你来是什么目的啊 是啊 舒凯 阿姨本来就那么强势 你不是跟我说你都受不了他吗 那更何况叔叔这样一个大男人呢 杨尚 你看看你妈妈现在的样子 简直就是要吃人 你一定要相信我 相信你爸爸呀 他是故意污蔑我们的 舒凯 是他们几个联合起来谋骗你的 他们倒打一耙 舒凯 是他们几个联合起来谋骗你的 他们倒打一耙 白屁你够了 我这次来还以为你是回血转意了 同意了我之前的要求 没想到 你只是想污蔑我吧 像你这种人破财也是活该 顺哥我们走 走 啊对了 臭娘们 如果不给我钱 后面还会来闹 没想到你前妻还留了这一手啊 我的好岳父 你说他今天把我们都叫过去好像演了一场戏 他是真的破产了吗 你是说他从头到尾都在骗人 根本已经没破产 他破没破产 我都有机会让他神败有力 白总 您全部正在和周雨昕直播 各位直播间的老铁 我们点点点关注啊 让我老公给大家抱一个惊天大瓜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陈强啊 我现在是实名举报 我的前妻 新龙地产的白瓶 没错 婚妹出轨 哎 现在是虐待我的女儿 这个故事要讲起来时间就长了 这是这是 二十年前啊 我那时候白手起家 创了一片事业 陈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证据指责你的前妻 虐得你的女儿 我们是谁啊 我们是媒体记者 请你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什么证据 我本人就是证据 我告诉你 他婚前就开始出轨偷人了 后来呢 我都 靠身体上位 丢人 陈先生 你这是在泼脏水造黄窑啊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份录音 和您说的完全不一样 证明是您出轨在先 并且还把白女士赶出了家门 请问您做何解释 什么证据 有什么证据 都假的 我告诉你 你们的证据全是假的 请问您是在蓄意报复白女士吗 谁报复她 现在就是事实 她出轨 她霸占我的财产 她 她 她虐待我的女儿 你们干嘛呀 你们干嘛呀 老天爷们再见 谁呀 这是 陈先生 你怎么这么大点 再这样下去 股票就跌没了 我提前找了记者 把破产申请书 还有录音笔都给她了 这个时间 应该在她那里 想要我身败名 我爱天真 看看你干的好事 生哥 我 我是真没想到那些记者 会来我们家闹呀 我都是按照你的分部去做的 看我玩鱼丝网破那套什么 我就不见那白瓶是真的破产 生哥 我跟玉琴真的去他们家看了 人去楼空 大门上风潮还接着呢 真的 真的呀 我们亲眼所见 那天在别墅 咱们都看到了呀 东西都摆没了 黄女婿 我发誓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个白瓶真的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倒要看看那个白瓶还能炸出多少油水 我明明今天已经去上课了呀 林老师怎么还约我来这 舒涵 妈 怎么是你呀 给妈妈几分钟时间好吗 我们聊一聊 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你不是让我自生自灭吗 我怎么使得让我女儿自生自灭呢 那都是气话 你好 请慢用 舒涵 你看 这什么 草莓蛋糕 你最喜欢吃的 妈妈以前对你太严厉 关心也不够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不呢 你和冬安顿好了吗 嗯 冬安顿好了 不过白总 您这么做真的值得吧 为了舒涵 一切都值得 哪怕是我申请破产 对了 刘总那边传信 说我支持您的一切行动 刘总是个好父亲 他理解我的初衷 您让我订的那个梁胜 没有任何异常 梁胜是怎么知道 我跟舒涵在餐厅见面的 莫非是舒涵告诉他的 不可能 舒涵并不知道 第一次要见的人身边 您没有机会告诉他 没关系 只要舒涵和我在一起 就有机会 你给我找个 一支厅的房子 今晚我就搬进去 是 舒涵快进 舒涵啊 以后啊 这是咱们的家了 之前的别墅 你真卖了 是梁胜让你问我的吗 你会读完读好了吗 读完读好了 不过白总 您这么做真的值得吗 为了舒涵 一切都值得 哪怕是我申请破产 对了 刘总那边传信 说我支持您的一切行动 刘总是个好父亲 他理解我的初衷 您让我订的那个梁胜 没有任何遗兆 梁胜是怎么知道 我跟舒涵在餐厅见面的 莫非是舒涵告诉他的 不可能 舒涵并不知道 第一次要见的人身边 您没有机会告诉他 没关系 只要舒涵和我在一起 就有机会 你给我找个 一支厅的房子 今晚我就搬进去 是 舒涵快进 舒涵啊 以后啊 这是咱们的家了 之前的别墅 你真卖了 是梁胜胜你问我的吗 是梁胜胜你问我的吗 你又提顺哥干嘛 跟他没关系 妈妈这次呀 我已经看的是过去了 但是你放心 妈妈找了份保决的工作 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学费 还有一时起居的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好好好 是妈妈不对好吗 妈妈不这样了 我去给你做饭 你休息会儿 什么 你让我回去搬家 老伯 阿姨一定是被那个小白脸 骗了钱在破产的 是啊 舒涵 你别穷点没关系 但你要是一分钱都捞不着 那咱那钱都快被外人搜刮走了 咱就去 锁回来 升哥 什么情况 那个白萍真搬家了 我就不信他现在连一分钱都没了 这个贱人 肯定是偷偷藏钱 现在你那个蠢货女儿回去了 她肯定已经放下界限了 白萍这个贱人我跟你讲 我就知道她不会安生的 升哥 让连我找人偷偷跟踪了她 白脸照片 你看 错的好啊 我的好岳父 白萍啊白萍 你要想玩 我就给你添麻糊 周助理 我妈都破产了 你还来干什么 公司有事情没处理完 我来找白总 小教理来了 坐吧一起吃早餐 不是白总 公司还有事情没处理完 我来接你 好 舒涵 厨房里有早餐 你就得吃啊 妈 那个 你能不能给我点钱啊 那钱干什么 那有什么事 我最近要出去写生 你给不给吗 那 一签 等妈的返款下来了 再跟转 喂 圣哥 他就给我一千块 我真熟啊 别生气嘛 宝贝 你来找我 我有东西给你看 原来我这个期盟还比不上那个花园乔雨的梁盛 跟上吧 白总 舒环小姐只是一时时任不清 我相信时间会这么一切的 辛苦你提醒我在家安那见经器 要不让我还以为舒环真的活性转移 这么看 梁盛还没有放弃 目前舒环小姐是安全的 我们有对策 白总 您下一步打算 怎么对待这个梁盛 要不要我出手 您上次在军阙 已经为我解围了 就非常感谢您 怎么好些的劳烦您呢 瞧您说的 您不但是为很好的合作伙伴 而且是为用心良苦的母亲 值得我留母人敬佩了 可惜我那不争气的女儿 一心扑在梁盛的身上 只要我说一句梁盛的不是 她就跟我不高兴 说到梁盛 我这有份资料 您看看 是 这个梁盛欺骗了不少 像您女孩一样的 年轻女孩 这是我搜集的资料 爸 快来快来快来 来来来 坐 你怎么在这儿啊 之前跟叔叔一见如故 所以就邀请他来家里做客 是啊叔母 我跟你说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梁 一见如故 今天呢 就好过来 唠唠家长 来坐吧 坐坐坐坐 那可不吗 我们圣哥呀 最好了 可不像我那个妈 管宫管西的 烦都烦 叔海 在我面前 在我面前 不要提你那个晦气的妈啊 她哪里样子能配做你的妈呀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娶了她 幸亏我给她离婚了 不然我就跟你一样惨 爸 你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候 她也那么管你啊 你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候 她也那么管你啊 她敢 我打不住她 阿姨干嘛去了呀 你出来见我 她不会生气吧 她都答应我们在一起了 我凭什么不能出来呀 她好像是和那个中飞出去了 说是处理公司破产的事 哦 圣哥 你怎么了 怎么感觉你脸色不太好啊 生病了 没有没有 没生病 小梁啊 咱有什么就实话实说吧 叔海 有我这个爹子 咱就不怕白凭他这个贱人 那 那我可真说了 叔海 我有个朋友正好在酒店上班 然后 他拍了一些照片 我想你有必要了解一下 这个女人她到底要不要脸啊 怎么跟周飞去开房 什么 开房 我来看看 好你个白凭 你个贱人 你有钱去包小白脸 都不把钱给我女儿 你还认识吗 我看他根本就是故意的 什么扩产 什么清算 都是骗人的 我不要跟他住在一起了 哎 叔海 你这是干嘛 你要去哪 当然是给你们这儿对野鸳鸯 疼的地方 这 我们断绝关系吧 这本谁给你的 你管是谁给我的呢 我就问你 这照片是不是真的 说一条件你误会了 我和白总是清白的 并不是你想的呀 周助理 你不会还要说你们是去处理公司破产清算的事情吧 你 公司已经破产了 你们怎么还交互在一起 舒涵 你真的误会我们了 你不要再狡辩了 我真的受够了 爸爸说的对 你就是牛爷养着这个小白脸 也不愿意继续跟我读书 那好啊 我不要你管了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哎 舒涵小姐 舒涵小姐 哎 别去了 舒飞 这照片 一定是梁胜和陈强拍给他了 白总 您为什么不把柳种资料拿给他看呢 看了不都一切真相大白了吗 他能相信吗 如果我犯个梁胜的话 他一定认为是我在诬陷梁胜 只有找那几个收片的女孩 才能搬到梁胜 我真的受够了 我不要再回家了 圣哥 来陪我喝酒 哎 你已经喝多了 别喝了 我才没喝多呢 我好得很 你是不是也嫌弃我 你是不是也讨厌我 我知道 你们都是这样的 舒涵 我怎么会讨厌你的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跟其他的女生不一样 我爱你还来不及呢 我为什么会讨厌你 圣哥 可是为什么我妈不爱我呢 我从上高中的时候 她就安排好了我的人生 让我一直陪在她身边 我真的好羡慕我的同学们 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我不能 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我自己的人生啊 你当然可以啊 你现在就可以 我会议是陪着你的 好不好 不瘦哥 你说 我要是怀孕了 我妈是不是就会同意我们在一起了呀 我走了这是干嘛呢这是 你醒了 我做了早饭 要不要一起吃点 圣哥 昨天晚上你可是睡了我 你不会不承认了吧 你可还说要给我生个孩子呢 你凶死了 不过 如果我怀孕了 是不是我妈就会把钱都留给我吧 傻瓜 不管你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对你负责的 白总派人查到了 陈强经常去梁慎家 后来去了麻将馆 听说还赢了不少钱 陈强就是狗改不了知识 看到他帮梁慎做事 梁慎没事给他好处 不过陈强就是一个注意队友 不中看也不中用 听邦家馆的人说 陈强这个人不仅处处处处 而且还大肆炫扬 自己一个好女婿 他还说 说什么 还说 梁慎过点时间要在大酒店举办 他和舒涵小姐的电婚宴 什么 电婚宴 他要怎么敢 对了 我让你找了受害者的资料 找到了吗 找到了 这里一个叫林雨的女孩 二十三岁 家庭比较富裕 还是法学院的高三生 认识梁慎之后 就经常出没酒吧 给梁慎花了不少钱 后来梁慎说 他要做生意 林雨便背着父母 偷了家里的钱 导致她的父亲 心脏病发去世 母亲也至今下老骨骨骨 这个梁慎简直就是畜生 他会有报应吗 现在这个林雨在哪 在封门院 封门院 来 里边请 请坐 戴女士 听说您是林雨的远房亲戚 我是林雨的姑妈 今天特意接她出院 林雨是个可怜的孩子 父亲死了 母亲走了 我正愁她出院之后 没有着落 这样您来了 我就发心了 林雨住院期间 没有人探望她吗 没有 林雨呢 在家里是个独生女 临家破产之后 她就剩一个人了 有好心人呢 在路上看到她 精神状态失常 就把她送到 我们这里来了 周飞 你把林雨住院期间的 费用都截一下 好的 我一会就去 好 林雨 林雨 我是姑妈 林雨 不能害怕 这是你远方的姑妈 林雨 跟姑妈回家吧 可是我不认识你 我没见过你 傻孩子 小的时候 我最喜欢姑妈了 但是你长大了以后 我姑妈就出国了 刚回来 接你回家 好像 是有什么一回事 你真的是我的姑妈 当然了 林雨 出院所就搬好了 这样 跟你姑妈回家 有什么事情 联系我 嗯 我这我也要这个 放心吧 等我们办的时候 比这屁股 你 你 你谈不 老陈 玉琪 你那怎么在这 是不是来蹭吃蹭喝呀 玉琪 如果老陈没钱 给你花 你可以跟我呀 小什么 动手动脚的 知道什么情况吗 今儿是我女儿 和我女婿 梁胜 在这办的订婚宴 知道了吧 我跟你说 你们还不配来呢 瞧我这张嘴 真对不住 陈哥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 胜哥成了您的女婿 那是 我跟你们说 以后再给我 浪了一个浪 我女婿梁胜 就会生死你们了 老师娘知道吗 小梁啊 对我们家老陈 那可是毕恭毕敬的 以后你们说话 都给我注意点 要是说错的话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呢 哈哈哈哈 老陈 玉琴 你看我们哥俩 能不能进去 沾沾喜气 来了吗 那就是沾喜气 但是这个规矩嘛 懂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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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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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街坊邻居的 怎么那么客气呢 来快到饭点了 快进去吃好喝好啊 不是啊 里面 自己照顾自己啊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跟我说 好 好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这次真是 赚足了面子 赚足了票子 真是 说话 注意一点点 别让别人听见 真是 圣哥 你真好 居然把订婚宴搬在了这儿 谢谢你啊 跟我你还说谢谢啊 我都是你的人了 这点钱算什么 哼 蠢货 这点钱只是幼儿 为了让大鱼上钩 我可真是煞费苦心呢 以后我统统都要逃回来 那个 大家替我吃点 感谢大家来参加 我女儿女婿的订婚宴 我首先祝福我的女儿女婿 长长久久 甜蜜幸福 我先干了 这么好的日子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哎呀 你瞧我这个记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阿姨 忙忘了 忘记邀请您了 请请请请 不必了 今天我来是给大家送一份大礼的 白平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出去 舒涵 舒涵 舒涵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哎 白平 既然都来了 那就留下来一起吃 吃饭吧 呦 自己来吧 你那个小白脸呢 你一个小三转正 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一个小三转正 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 我说 我听说 老陈的前妻 以前可有钱了 这后来破产了 就是破产了 也是孩子的亲妈 订婚宴哪有不亲爱的 亲妈的道理 就是 那也不像我 白天你够了 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如果你想要祝福我 那你的大礼我收到了 现在能不能不要再闹了 空手来送礼啊 这样的亲妈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周飞 他怎么把淋雨带来了 我要送的大礼就是他 白天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好心意留你下来吃饭 你才砸场子的呀 就是 给脸不要脸 都破产了 以后来这种地方的机会都没有了 还带着这些阿妈来闹事 这是我和圣哥的订婚宴 你可以不祝福我们 但没必要带人来羞辱我们吧 我不是来羞辱你们的 我是给小梁带来一位老朋友 杨林 别来无恙 杨林 这位小姐你认错人了吧 海阿姨 您刚才说这位小姐是我的老朋友 但是她连我的名字都叫做了 我的未婚夫叫梁寿 不叫杨林 他可不认识你 这 这 小梁 没事的 怎么过妈咋 妈 你怎么对一个墨上人 比对我还好啊 你还知道我这个亲妈呀 那你干嘛还信一个外人的 听言蜜语 不听我的话 杨林 你不用假装不认识我 你之前都做过的那些种种 我这些年来一刻也没有忘记 这位小姐 您在说什么呀 我对你做了什么 我我根本不认识你啊 白平 你到底想干什么 带着一个陌生女人来搅混你女儿的结婚业 很有趣吗 白平 你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哎 大家来评评理啊 就算她是舒涵的亲妈 她也不能再这样不一样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小梁 你可以改掉你的年纪 但是你改变不了你是个骗子的事实 我被你害的父亲去世了 母亲也失踪 家财三尽 我现在一无所有 全都是因为你 孙哥 这位小姐 你说我是骗子 总得有点证据吧 证据 证据 我这有证据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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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真的 你一直在骗我 我 我从来没做过这些事啊 舒涵你要相信我 都是他们诬陷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操操的给了你多少钱 你 你还学配啊 孙哥 孙哥 孙妈 孙妈是我的安人 没有她的话 我根本找不到你 孙妈 孙妈 孙妈什么时候求你孤妈了 就是 哎 白萍 你有没有执行女 我知道呀 你说小梁是骗子 你才是骗子呀 我就说白萍怎么能把另一组 缝人的接触 原来是冒充亲人 阿姨 您对我一直有意见 我能理解 我今天没有邀请你也是我的疏忽 但你现在找一个陌生女人来找让我的订婚宴 这就是你的不惠了吧 不可能 不可能 孙妈是好人 她不会骗我呢 小影 孙妈在这 她们都是骗子 孙妈帮你教训她们好不好 别怕 看来林雨的状态只是暂时稳定 只要烧家刺激 一定会崩溃 得了吧 白萍 你在这装什么装啊 就你这德性 你还配来我们女人订婚宴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赶紧我赶紧滚 我们叔还有你这样的妈 真是够丢人的 你要是再不滚啊 我就叫保安把你们都拖出去 这没想到 青马也不是手游的灯啊 订婚宴能办成这样 也真够丢人现眼的呀 是不是 太不想法 太不想法 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你看我在这里丢人 你放开我 你让我砍我 小语 小语 你听过话呢 先放手 先放手 谁有你假猩猩的关心 都是你带这个疯女人 破坏我的电灰烟 你赶紧带这个疯女人滚 不然我就叫保安抓你们了 允潜 快去叫保安 把这个疯婆的给拖出去 你居然为了一个渣男 你不顾自己去维护他 我看你才是个疯子吧 我之前就是被他的幻音乔宇所欺骗 我倾尽了自己的所有 因为他我不惜和家里闹饭 甚至偷了家里的钱 去拿给他做生意 回来的是他的失踪 我爸爸 我爸爸被我气得 心脏病突发去世 我妈妈失踪了 离家出走了 不可能 小语 他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他没有为我要过钱 你是骗我的 你这是你在骗我 他就是这白瓶喊来的兔 他就是来 搅和我们这订婚宴子 知道吗 你们不信的话 我只有我跟他的合照 找给你们看 看呀 合照 圣哥 你不是说不认识他吗 为什么会有你们的合照 我 我从来没拍过这样的照片 一定是他合成的 你看 这个人长得也不像小亮 一定是诚心 无限人的 白瓶 我说你这个人啊 这是什么缺的事 你都能做得出来 你之前是任由咱女人的照片 到处传播 要不是我上门去讨说法 咱女人现在背地是成啥样了 就是 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呀 简直就是丧良心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够了良生 如果你真的跟小语 没任何瓜葛的话 你敢不敢跟我们去警察 去接受调查 好啊 我可以跟你们去 我倒要看看 谁会相信一个骗子 和一个疯子说的话 他不害怕吗 难道 他知道你与之前 被送到奉乐院的事情 好啊 跟你们去 爸 妈 爸 妈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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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哥 李哥 你看我爸这儿怎么 他 他好像 他死了 我妈呢 你带我去见我妈好吧 去见你了 我去见你吗 我找不到你妈 让他来找你了 啊 啊 啊 小语 半松 小心 骗子 我杀了你 哎呀 他不如报仇 小语 别冲动 小语 小语 他现在这个 不会真是疯子吧 疯子 你才是疯子 你们这种人 都是疯子 你们 你们给我滚 谁要敢过来 今天被他一起死 方案 方案快来 这两个疯子 快把我走 你别回来啊 别回来啊 小语 小语 我是姑妈 你别冲动 你别冲动 你别冲动孩子 我不要给你 我不要过来 女婿 那行 林宇受到了严重的刺激 医生说情况不是很乐观 都怪我 不该带林宇去什么 丁婚宴 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 白总 你别自责了 都是我的问题 还是那个梁盛 他早就知道 林宇在丰人院 还办什么丁婚宴来刺激我 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 还继续派人盯着梁盛 我 当然 今天我跟他演到这出戏 我就要演到底 他还没有放弃舒寒 证明他还没完全相信 我破产这个事 好的白总 我会继续派人提出两声 因为这边 我也会独家注意的 咱们这么干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你怕个屁 你监控我已经搞定了 跟着我的尾巴也摔掉了 这件事我也干得很干净 东西给我 疯子 疯子 那个疯子都走了 你怎么还有脸站在这 好好的一场订婚宴 被你搞成这样 女人是一生一次啊 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啊 你少在这里放屁 陈强 要我走可以 梁盛 你必须为今天的事做个解释 解释 白天你疯了吧 你带一个疯女人来 搅和我的变婚宴 还找盛哥要解释 你觉得一个疯子的话 能信吗 对对对对 我看出来了 他也是个疯子 只有疯子才会这么 对待自己的女人 你是破产破得精神失常的 阿姨 我本来看在你跟书涵母女一场的份上 我不想计较 你带一个疯子今天来羞辱我就算 你还敢羞辱书涵 我告诉你 我以后都不会再让过了 杨生 既然你不放过我女儿 我也没什么可怕的 反正我也已经失去了一切 我呸 经过今天这场闹剧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就是仗着自己破产 想摆脱我女儿 没事有我陈强在书涵以后 一切都会顺利的 绝对好的过在你身边 真破产 破产还带着小白脸到处跑 你把岁数了真不要领 哎呀 爸 我是一分钟一刻都不想看这个女人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白老爷 你管女儿都走了 你不去追啊 你不去追 不怕她怀疑你啊 我怕死了 我现在就去 你最好管好你自己 别哪天死得不明不白 银语的事 我会找你算成 林宇啊林宇 你还真是命苦啊 遇到我本来不算你倒霉 我至少还跟你奴隶一条 但是遇到了那个蠢女人 非要带你来指上我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不想带你以为少许 你不是想带你 你回去要去 我找她的 圣哥 我做噩梦了 我害怕呀 别怕 我跟叔叔不都在呢吗 走 我们回去说 下个安眠药都能出问题 真是个废物 不对啊 圣哥 你还没告诉我 你半夜去哪了呢 是这样 我白天出了那档子事 心情也不好 我就跟叔叔喝酒去了 是吧 叔叔 是的 叔叔 宝贝 做什么梦了 没吓着吧 我梦到白天那个疯女人了 她掐着我的脖子 哎呀 梦都是反的 别怕 不对 啊 圣哥 你身上怎么没酒味啊 我和叔叔本来是要去喝酒的 但是 没喝成 你遇到什么事了 我 我遇到那个疯女人了 那 你没受伤吧 哎呀 我怎么会受伤呢 你看我的样子会受伤的 只是 那个疯女人一个人在 也没看到白阿姨 是吧 叔叔 啊啊啊 是的 叔叔我跟你说啊 那个疯女人绝对是白瓶花钱雇来的 根本就不是她的生女 这大半夜的 还有个小姑娘在外面也不安全 走 圣哥 我们去看看她 哎呀 叔叔 我跟叔叔已经把她送到医院了 嗯 你看 有照片 呢 你看 走 走 走 是明月 一定是梁胜干的 别着急 是不是梁胜 看眼界空就知道了 都怪我 是我害了梁胜 杀人长命 我一定不会饶了两生 圣哥 你醒了 刚才看你睡那么熟 都没舍得叫你 圣哥 我好幸福啊 你都不知道 我有多久没吃过家里做的东西了 我妈之前忙 根本就顾不上我 只会给我卡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的 后来上了大学 不知道她到底抽什么疯 疯了一样的管着我 那些不开心的事啊 咱们就不要提了 嗯 哦 圣哥 我还有一件事有点想不通 你说 那个疯女人 为什么听我妈的话呀 她是个疯子呀 不应该是为了图欠 我也不太清楚 那个疯女人刚开始 说白阿姨是她的姑妈 阿姨看上去也非常袒护她 她们之间不会有什么秘密吧 嗯 不管是什么秘密 我都一定要找出来 书涵 你回来了 你不用这么虚伪 我觉得你恶心 书涵 妈妈就想对你好 想弥补你 对我好 对我好 你会让这个疯女人 想问我婚礼 我只想问问你 你到底跟她是什么关系 这个女人竟然背着我去找白平了 我当然知道你到底能问出点什么东西 好 妈妈告诉你 我跟她什么关系 你坐下 你干什么 妈呀 竟然没事了 不想 我再去找她 我手机打不开了 书涵的手机进水短路了 两声应该窃听不到我们说什么 对不起啊 书涵 你见能来 妈妈真的很开心 我今天是背着圣哥来的 有什么话你赶紧讲行不行 书涵 你跟着这个 这是什么 不会又是你做出来的 下来圣哥的资料吧 你看看 这在她的个人资料 还有她这些年骗过的所有女孩的资料 我的女儿 你什么时候能醒一醒 白纸黑字凳在这了 你还不相信吗 圣哥他不会骗我的呀 他从来没有要过我的钱 那时候你破产了 他也没有抛弃我 没有嫌弃我 他怎么可能是为了钱呢 林宇的死 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书涵 可万一他和梁胜说了一定会被加害的 不行 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说话 你说话 他肯定是觉得呀 受死骆驼比马大 你想想 那所有的事情怎么就那么的巧合呢 肯定是有人进行设计的 不可能 没事的 没事的 妈妈陪着你 书涵 我知道你在里边 白阿姨 有什么事我们一起商量 不要招待书涵 书涵 快开门 我先去给书涵看门 不然 不然 他很担心我 书涵 你没事吧 他没法你怎么样吗 走开 别碰我女儿 阿姨 我只是担心 我只让你别碰我女儿 我说什么了吗 妈的 这娘们差点就把我绕进去了 圣哥 我今晚想自己在这睡 宝贝 你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今天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骗我 你想我怎么样好好对你 自料里白痴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我也想相信你 跟我说服不了我自己 看过了吧 他什么好说的 到了现在这个结果眼上 我不得不吐一把了 白阿姨 没做过的事情我是不会承认的 不过我倒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你是通过谁得到的这份资料 难不成 是金区会所的刘总 妈 你说话呀 这知道你哪里找到的 看来我是赌对了 阿姨没说话的话 看来我是猜对了 那刘总毕竟是行业的翘楚 他为什么这么义无反顾的帮着你 你们俩到底背着书涵做了什么 书涵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只是在虚张声势而已 书涵 你还不明白吗 阿姨已经不是什么总裁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帮着阿姨 妈 省哥说的是不是真的 这个资料是不是那个男人给你的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凭什么这么帮你 还有那个资料 是不是你们一起造假的 书涵你相信我 我跟刘总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这资料是真的 我 我到底要相信你们谁啊 我 你没事吧 阿姨 刘总之前在金区会所帮你解围 现在又这样一鲁散布的帮你 我可不信你们只是普通朋友 偷说商人是无力不起早 一个大老板为什么会这样帮 省哥 对不起 我不敢怀疑你的 宝贝 没关系 只要你明白我是真心的就好 阿姨怀疑我也是情有可原 毕竟她一直觉得 我只是在图你家的钱 喂 阿姨 我还是那句话 我没做过的事情打死我也不认 你要想查就继续查吧 省哥 我相信你 初涵 你要再相信她的话 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 你们走 走就走 月薛 你这是怎么了呀 是不是白平那个疯女人又人气神奇了 你还好意思说 你那个前妻可真有两下是吧 你找我也没用 那女人要分手 我告诉你啊 我没时间跟你在这下班 你要是再要不来钱 我就说李语是你杀的 不是呀 我替你做了这么多事 你不能让我一个人背黑锅吧 那大不了我去自首 我把所有事全部都不来 跟我玩鱼丝网破那一套是吧 你有我的把柄吗 反倒是你 实名举报闹事 有的把柄还少 你邂逅我 好好让全哥休息休息 不是 你们干嘛 在床上哪儿也已经去 我刚 梁少 你不是个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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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跟着白萍到了中业地产了 他去了中业地产 找刘玉忠 他一个人在里面打扫卫生的 好像是在里面做保洁的吧 哼 有意思 你们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哎 好嘞 先生 不是随意图谈 你一个臭宝洁 给你领了是不是 弄翻了我的鞋 跪下来 我擦干净了 让开 我说你跪下来擦干净了 没听到吗 住手 你们干什么 白总 您这是何苦呢 这样良心完蛋 那不是一如反掌吗 我想在此之前 媳妇和女儿的关系 嗯 你还说我呢 白总 你不要把这保安来 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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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 今天真真谢谢你啊 医生怎么样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很不适合留下这个孩子 我建议你打掉 真的没别的办法吗 你还年轻 以后还有机会 如果这次不手术 你和孩子都有危险 我建议你的家人来陪护你 喂 圣哥 你能不能来医院陪一下我 我正忙着呢 有什么事情你自己处理 啊 难道圣哥 不想爱这个孩子吗 宝宝 妈妈到底要怎么办 难道真的只有去找你外婆 才能解决好呢 圣安小姐 圣安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哎 你去哪儿 你别碰我啊 再碰我 我就叫人了 对不起 圣安小姐 我只是怕 你身体不舒服 担心你 我没什么事 你怎么在这儿 白总身体不舒服 我送她来医院 我妈在医院 我到底要不要告诉她 我怀孕了呀 圣安小姐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白总 白总看到你一定会开心的 不是我说啊 公司都已经破产了 你怎么还这么忠心耿耿啊 难道 你们俩真的有什么 哎 圣安小姐 你可误会我了 白总他跟我读书 没有他也没有我今天啊 好了好了 我答应你去见他好吧 好 这边请 圣安小姐 你们先聊 我咱们收拾了 舒涵 你怎么来啊 都生病了 就别起来了 躺着吧 西小周让你来的 你不怪妈妈 我在医院碰到了周助理 他说你昏倒了 我就来看一眼 哎 你怎么来医院了 要说欺负你了 哎 没有 我在医院是因为我 因为我怀孕了 医生说 以我的身体 不适合留下这个孩子 舒涵 这孩子你不能要 你不能要一个杀人犯的孩子 杀人犯 你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那天 听婚宴 我带过来的女孩吗 她已经死了 她在医院被人杀死的 天际下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执政完了量身以后 她就死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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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哥那么温柔的人 他怎么会杀人呢 舒涵 他知道你怀孕了 他怎么没来呀 他人在哪 他是不是也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带你 我带你来休息 我在忙着工作 要不然谁俩照顾舒涵的孩子 圣哥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的 舒涵 这孩子你不不一样 一定不你啊 阿姨 舒涵的孩子可是您的外孙呀 那也是一条生命 您这是谋杀呀 圣哥 其实 其实是医生说 我身体不合适 舒涵 我不忍心你去做流产手术 有我在 谁都不会伤害你的孩子 谁都不能伤害他 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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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疼我 别扯那些没用的 不想要我的孩子是吧 嫌我穷是吧 所以你什么都不说 直接找你妈去了 不是的 圣哥 不是的 真的是医生说 我不适合留下这个孩子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生气 老师跟我在家待着 孩子要是有问题 我饶不了你 圣哥 圣哥 圣哥他一定还是在乎我和孩子的 可他最近天花怎么这么大呀 算了 算了 只要他心里有我就够了 够了 都这么晚了 圣哥怎么还不回来呀 喂 圣哥 我饭已经 圣哥不回去吃了 你自己吃个够吧 你是谁啊 妈 妈 我肚子疼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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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凯 醒了 感觉怎么样 没事 就是有点肚子疼 我的孩子没事吧 孩子 没了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你让医生打掉的 是不是 舒寒 昨天把你送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流产的迹象了 孩子 孩子 舒寒 你还年轻 还有的是机会要孩子 你听妈的 跟我回家 离开那个梁盛 好吗 盛哥 盛哥他说会照顾好我和孩子的 照顾好 梁盛人呢 他现在在哪 你怎么流产的 舒寒 你听妈的 跟我回家好不好 我会照顾好你了 你不是破产了吗 你不是要跟我断绝关系吗 傻孩子 妈情是骗你的 你骗我 我是怕梁盛骗你 我怕你走林雨的老路 所以我才撒了这个谎 可梁盛在骗我的是你 你走 你走 我不想要看到你 你走 舒寒 你走 你不走 好 我走 好 妈 走 妈 走 你走 喂 舒寒 你人在哪 怎么不在家 我在医院 我们的孩子没有 我妈 我妈他骗我 你来接我回家好不好 沈哥 我想回家 你来接我好不好 沈哥 你来接我 沈哥 你来接我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晚上 是不是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为什么 你妈把我工作都冲没了 我现在在外面打工也是我的错了 是吧 沈哥 你别走 我妈没破产 我还有钱 你别不要我 别不要我 好 我现在就带你回家 沈哥 沈哥 白总 白总 周飞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让你看到舒寒吗 大师不哄了 舒寒 你从头也不见了 在床上留下了这种 又是梁盛 这个王八蛋 白总 你真的有一个人去吗 我现在一个人去找梁盛 你去找几个帮手 我们分头行动 好的 我明白了 这次我让梁盛 又不翻身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帮我送他 救救我 爸 爸 怎么回事 你帮我送他 我爸 救救我 爸 爸 爸 女儿 别怕 别怕 爸不会伤害你 不要怕 爸不会伤害你了 我就是这样搞两个钱 要怪 你就怪你那个妈 害得我们好苦的骗我们 我要让他借你 我吐出来 知道吗 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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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来帮我松开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胜哥 老板 这脑子里装的是浆糊 我都要被你蠢哭了 熊涵 妈 妈 熊涵 妈 别过来 你别过来 白平 你终于来了 陈翔你这个混蛋 现在帮了联系 保险自己的女儿 什么我帮你家 都是你逼的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还要什么 不就要钱吗 收个数 只要能放个树函 如果你们还不相信的话 帮我留下 放树函走 行啊 行啊 公司 那是我的 别说 也是我的 你今天全部还给我 好 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放得我的 舒涵 口中无凭 给我签坐 给我签坐 签坐 梁尚 这何由我可以签 但我想问一句 你对我舒涵有没有过真心 当然 什么真心 什么誓言 那都是红小孩的 我要的就是钱 真正能拿到手里的东西 梁尚你混蛋 梁尚 你禽兽不如 他可是怀过你的孩子 我告诉你 我想让他怀就怀 我想让这孩子没有 我就没有 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不是挺聪明吗 我告诉你 他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我下要让他没的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 那可是你自己的孩子 你怎么下得了手 你放屁 我亲生的孩子 那他妈就是个胚胎 那个什么 林宇 我告诉你 老子睡了他两年 这孩子都他妈大了 伺候了 有怎么样的关系 所以林宇是你们杀的对吗 这是跟我无关 我就是个发疯的 把疯的我没杀人啊 我没杀人 梁胜 林宇是你杀的吧 所以当年 是你把林宇拖在街上 让他得了精神病 然后送进封人院 是不是 不愧是总裁呀 这么快就知道真相了 不过可惜了 今天的真相你是带不出去了 梁胜 你个连诈 我要你跟我孩子 在做 我差点把你放 看着他 你不是很狠的吗 我现在就帮你除了他 你以后就自由了 我去那也就帮你 我 你要幹嘛 我真是瞎了眼才會看上你 為了你我傷害我媽 我還放出了血液 為了你我傷害我媽 我還放出了血液 兩兄弟死了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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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讓你成為殺人 媽 救命了媽 媽媽 媽 來人了 來人了 媽媽 救命 來人了 救命我 媽 來人了 來人了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我 求求我 你求 不要動 妈,你醒了? 书海 表叔和陈强怎么样了? 白总,你放心 已经交给警察了 再加上我们提供的证据 他问下辈子的是我了 妈,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会不听你的话了 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我算了 傻孩子 妈妈才是对不起你的那个 之前妈妈长关于太强了 是是想让你听我的 是妈妈不对 以后啊,妈妈一定尊重你 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嗯 也好 感谢观看